台湾知名艺人罗佩颖已经离开我们四年了 虽然过去了这么久 但我们却经常可以听到罗佩颖的消息 近日,一位高僧静说 罗佩颖灵魂已经转世,却没能投胎成人 这是怎么回? 是,2020年8月4日,娱乐圈传来噩耗 台湾资深艺人罗佩颖被发现猝死家中 享年59岁,据消防局透露 2020年8月3日晚,大约9点10分 他们接到了关于巴德路三段某住宅内 有人倒卧不起的紧急通报 救护员迅速赶至现场 发现一名年约60岁的女子已经离世多时 没有了呼吸和心跳 经过初步调查,该女子被确认为罗佩颖 罗姐,她的离世并没有留下明显的外伤迹象 使得这起事件更加扑朔迷离 当晚,警员在小区周围拉起了封锁线 并仔细查看了监控录像 以寻找是否有可疑人员进出过罗姐的住宅 与此同时,罗佩颖的朋友们也在焦急地寻找着她的下落 他们共同拥有一个手机群组 但在这两天里,罗姐却突然失去了音讯 担忧之下,他们决定前往罗姐的家中查看情况 这才发现她已经离世两天了 关于罗佩颖的死因,至今仍是一个谜团 要揭开这个谜团,需要等待法医的进一步解剖结果 据悉,罗姐的家人都居住在内地 而她在当地并无亲人陪伴 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 让她的粉丝和好友们难以接受 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对她的怀念和哀悼之情 罗佩颖,原名罗碧玲 是台湾知名的艺人和节目主持人 在康熙来了这档节目中 她以直率的性格和自信的风采 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 她热衷于在节目中揭秘明星的绯闻意识 因此被誉为爆料一解 同时,她也因其亲切的形象 而被大家亲切地称为 罗妹妹,罗佩颖的人生 就如同她在节目中的表现一样 充满了潇洒与自艺 回顾罗佩颖的童年时光 她宛如家中的小公主一般 家境殷实,备受宠爱 她曾自豪地透露 从小到大 她从未体验过经济仓的待遇 每当她转学至新的学校 总能迅速成为校园中的风云人物 进入初中后 她更是凭借其出众的外貌和气质 成为了校花 吸引了众多男生的目光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 罗佩颖逐渐展现出叛逆的一面 她不喜欢枯燥地学习生活 时常翘课 开始尝试与男友交往 由于未能如愿考上大学 她选择了基督学院 但即便如此 她依然无法安心学习 偷偷在pop打工 兼职当模特等 当这一切被父亲发现后 她遭遇了生平的第一个耳光 一气之下 罗佩颖离家四年半 开始了独立生活的旅程 在远离家乡的岁月里 罗佩颖踏上了一段充满挑战 与探索的旅程 她尝试了各种职业 从餐厅服务员到秘书 每一部都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 和对未来的憧憬 终于 一次偶然的机会 让她踏入了广告拍摄的世界 从此 她踏入了娱乐圈的门槛 罗佩颖凭借电视剧《神勇娇娃》 成功吸引了观众的目光 她独特的魅力和精湛的演技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此后 她接连拍摄了多部影视剧 如台北甜心 飞乐补习班 四年二班 《再爱我一次》等 每一部作品都见证了她成长的足迹 同时 她也积极投身于秀场演出 在张飞的引领下 她的名字逐渐在娱乐圈中响亮起来 除了演艺事业 罗佩颖还积极拓展了自己的商业版图 她独具会演 开设了餐厅和酒吧 凭借独特的经营理念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 她的生意蒸蒸日上 据说 她在上海和台北拥有六栋价值超过三亿的房产 这些成就都证明了她的智慧和勇气 在节目中 她曾自信地表示自己不会嫁入豪门 而是要像范冰冰一样 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自己的豪门 然而罗佩颖的感情之路却并非一帆风顺 年轻时 她曾为了爱情放弃事业 远赴美国 但这段经历并未带给她想象中的幸福 反而让她承受了沉重的打击 在与另一位男友交往时 她更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自掏腰包 请对方全家旅行 结果却被骗得身无分文 只剩下十八万 然而 罗佩颖并未被困境击倒 她选择以乐观的心态面对这一切 甚至在节目中将这段经历当作趣事与大家分享 为了转运和改变感情观 罗佩颖决定更改自己的名字 在寻找伴侣时 她坚持只找帅气的男生 因为她坚信 反正丑的也会偷吃 她认为 以前交往的男人都是想要花她的钱 所以她决定不再为男人花钱 而是开始交往年轻的小男生 在节目中 她曾爆料说 从四十岁开始 她交往的男友 大部分都是二十五岁左右的小男生 她认为 这个年纪的男生 刚刚步入社会 有很多时间可以陪伴自己 罗佩颖曾与小她十八岁的小开交往过 她认为 既然自己不打算结婚 那么年龄的差异就不是问题 在她五十三岁时 曾被拍到与一位二十七岁的外国男友甜蜜约会 据说两人是在夜店相识的 感情一度十分稳定 然而 好景不长 在一次节目中 她却自爆 已经甩了这个小她二十六岁的外国男友 原因是 对方忙于打拼事业 但公司一直处于 破产边缘 无法给予她足够的陪伴 罗佩颖的婚恋观不仅受到了现代观念的熏陶 还得到了母亲的坚定支持 罗妈妈曾提醒她 婚姻可能带来财产分割的风险 同时也不希望她婚前生子 因为担心因此带来的种种麻烦 罗妈妈的思想前卫 对女儿的选择持开放态度 这使得罗佩颖更加自信地追求自己的爱情 她认为与年轻男孩的恋情纯属私事 只要自己感到快乐就足够了 罗佩颖能够长期与年轻男性保持交往 这背后无疑蕴藏着她独特的魅力 除了拥有令人艳羡的财富 她对自己的外在形象也极为重视 保养得宜 展现出了超级火辣的身材 她从不避讳谈及整容的话题 甚至在节目中坦然分享了 自己为维持容颜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每月高达三百万台币的医美费用 她直言不讳地表示 为了保持身材与美貌 她依赖医美手术和保健品的帮助 过去的十几年里 她通过肉毒杆菌 埋线等非手术方式 提升皮肤紧致度 无需开刀 效果可维持一至两年 此外 她还坚持日常保养 从饮食到保健品摄入 都严格把控 力求内外兼修 清晨醒来 她首先会喝一杯温水 空腹服用保健品 随后通过吃中药来雇本培圆 中午补充维他命 下午再饮中药 晚上则特别注重骨质疏松和眼睛健康的保养 她还特意聘请了瑜伽老师 每周坚持练习六次 这种对健康的执着和自律让人钦佩 然而 尽管她付出了如此多的努力 这些努力却未能延长她的生命 关于罗佩颖的具体死因 至今仍是一个谜团 有高僧意外透露 她因前世的因果报应过重而意外去世 据说 她原本可以活到百岁 但离世并不能消除她身上的果报 由于生前的所作所为 她在另一个世界还需经历十八重地狱的磨难 以洗刷身上的罪孽 然而 即便经历了这些磨难 她下一次投胎的生命历程 也将不如今生这般辉煌 通过罗佩颖的婚姻观和爱情观 我们得以窥见 现代人在情感与婚姻方面的困惑 在这个物质繁华而精神贫瘠的时代 人们越来越容易受到外界 物质欲望和色情信息的诱惑 导致心身健康逐渐受损 情感与婚姻问题也日益凸显 尤其是年轻人 缺乏传统文化和圣贤教育的熏陶 往往难以明辨是非 从而在人生的道路上迷失方向 内心充满了烦恼和空虚 面对这些问题 我们或许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 尤其是佛法的教诲 佛法如同一盏明灯 在黑暗中为我们指明方向 它作为一种终极且全面的教育形式 为我们提供了指引人生方向的光明灯塔 在人生的旅途中 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诸多根本性的问题 如感情不顺 大灵不昏等 此时 我诚挚地建议大家 以佛法为指南 引领自己的人生道路 免受外界纷繁复杂的糟粕所污染 今天 我们特别针对这些现象 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总结 首先 我们必须深入探讨 并明确一个概念 邪淫 邪淫并不仅限于夫妻生活之外的非法性行为 它更广泛地涵盖了未婚同居 守淫 意淫 以及沉迷于观看不良视频等行为 这些行为在本质上都是对道德底线的践踏 是对自我与他人情感的极度不尊重 正如古人所言 万恶淫为首 邪淫的行为犹如毒药 会迅速侵蚀个人的福报 尤其在感情领域 其负面影响更是深远而沉重 虽然短暂的快感可能会让人迷失 但长期来看 这种快感必定伴随着无尽的痛苦和代价 其次 不孝父母 顶撞长辈的行为 同样是导致感情不顺的严重问题 父母是生命的赐予者 他们的养育之恩如同泰山般沉重 如果一个人连最基本的孝道都无法践行 那么他的内心必然是冷漠的 这样的人在感情上自然也难以收获真正的幸福 正如《大吉经》中所云 是若无佛 善是父母 是父母即是是佛也 孝顺父母 不仅是道德的基本准则 更是我们走向幸福生活的必经之路 再者 破坏他人婚姻的行为同样是不可取的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 其稳定与否 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安宁 如果一个人出于私欲 而故意破坏他人的婚姻 那么他必将承受相应的报应 其个人的婚姻也会因此变得坎坷不顺 佛教中有句至理名言 假使百千节 所作业不亡 因缘会遇时 果报还自受 这句话深刻揭示了业力不可为的道理 也警示我们不要因一己私欲而伤害他人 此外 过度沉迷于言情网剧 小说的人也需要警惕 这些作品虽然为我们提供了情感的慰藉 但过度沉溺其中 往往会被剧情所左右 过度消耗自己的感情福报 因此 我们需要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 理性地看待电视剧 小说中的情感纠葛 避免被其中的虚幻情感所迷惑 再者 长得漂亮 穿着性感的人虽然在外在条件上 具有一定的优势 但如果没有智慧的引导 很容易引发异性的色心 进而陷入两性的暧昧关系中 这样的关系 不仅会折损自己的感情福报 还会给自己带来诸多不必要的麻烦 因此 我们应该注重内在修养 用智慧来引导自己的言行举止 避免陷入不必要的情感纠葛 当然 除了以上提到的几个原因外 还有一些其他因素 也可能导致感情不顺 大龄不婚的现象 比如一些优秀的精英男士和女士 可能因为对异性的要求过高 而难以找到合适的伴侣 还有一些人 可能因为心理疾病 性格曲线等原因 而难以融入社会 享受正常的感情生活 对于这些人群来说 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 并积极寻求解决之道 最后 我要强调的是 无论我们目前处于何种状态 只要我们能够保持一颗忏悔的心 勇于承认错误并努力改正 那么我们就能够不断提升自己的福报 迎来幸福美满的姻缘 让我们以佛法为指引 共同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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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